這次中聯辦、港澳辦齊齊去評擊郭榮鏗 負責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舉主席的事情 的確是相當罕見的 因為這兩個辦公室、這兩個政府部門 都是很高調地去評擊郭榮鏗 而且認為他是違反了《基本法》 是沒有履行他做立法會議員的職務 是屬職 你聽的語氣差不多可以癡奪他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下 中共領導層或者在共產黨的心態 怎樣對待民主運動、怎樣對待政黨的競爭 我想在他們心目中 他們覺得所謂非共產黨者 即是政黨的合作、政黨之間的關係 就是好像1949年之後 中國共產黨和所謂民主黨派 八大黨派的關係 就是這樣 他們只能夠在共產黨手上分享少少的職位 分享少少的角色 一定不敢造反 一定不敢大力批評共產黨 唯一大力批評共產黨那次就是反右運動 大家都看到下場是很悲慘的 到今天大家都看到所謂民主黨派的角色 有一些人黑白一些 就說他們是美巴黨 只是懂得搖搖美巴 基本上簡單一句 毫無角色可言 只是做中國共產黨的陪襯 一點都不能夠起到制衡監督的作用 更加談不上政黨輪替 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中 在香港的民主派政黨 當然覺得政黨輪替是理所當然的 他們當然希望有一天 立法會全部議席直選產生 全部直選產生 他們是希望憑著市民的支持 憑著市民選票的支持 贏得立法會的大多數 事實上他們現在都覺得很不公道 自有立法會選舉以來 他們一直是拿得多數選票的政黨 或者政黨聯盟 一直都是自有立法會選舉以來 他們都是贏得55%到60%的選票 建制派的政黨相對來說 只得40%到45%的選票 現在選票少的居然成為執政黨 成為執政聯盟 選票多的政黨變成所謂反對派 而且在現有的選舉制度下 很難成為多數的黨派 這個已經本身制度是非常不公平 非常不民主 事實上民主黨派不公平 不民主進行抗爭 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個是不民主制度 不公平的制度 你現在也看得很清楚 在中國領導人眼中 在北京政府眼中 你們這些民主派的政黨 就應該好像國內那些 所謂民主黨派那樣 做美包黨 只要分少少的職位 小馬大幫忙就可以了 你要盡監督的責任 盡批評的責任不行 更加千萬不能妄想 有一天你會取得多數的職位 在這個環境下 我們也看到 中國領導人也經常提醒香港 這幾年希望你行政、立法、司法合作 幫助政府施政 作為一個民主運動 作為一個反對黨派的聯盟 他們不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 他們覺得自己的責任就是 第一是依據民意去做好監察 做好批評的工作 也都盡量在制度下爭取改變這個制度 或者在現有的制度下 贏得多數的控制權 他也都當然你直氣壯地覺得 我是得到市民多數的支持 你不是 你沒有市民多數的支持 這個是目前矛盾的最基本 就是大家不接受中共中央給民主運動的角色 在目前的情況下 這個中聯辦、港澳辦提出這個批評 當然大家心目中自然而然就會想到 接下來九月有立法會選舉 現在這類的批評當然就是 告訴香港市民聽 告訴民主派的政黨 喂 你是民主派的政黨 要聽教聽話 不要以為你可以扮演一個監察政府 或者甚至制衡政府的角色 你不能夠做制衡政府的角色 你只能去幫忙 或者幫忙 隨便 小馬大幫忙 做個幫忙的角色 這個當然是民主運動不能夠接受 他覺得要承擔一個制衡的角色 政黨在議會裏面 雖然是處於議席的少數 但是他也都會盡量利用議事規則 去發揮他的影響力 去發揮他的作用 從而成為制衡政府的力量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 大家看看美國國會 時不時都會出現到 政府的預算案不被通過 以至政府要停擺 當然就是你可以說政黨之爭 政黨之爭也反映到 反對派的政黨部分的議員 是覺得政府做事是不對的 因而他希望發揮一個制衡的作用 因而他甚至是促成政府停擺 促成這個預算案不被通過政府停擺 形成一種討價還價的能力 這個正正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反對派的政黨 民主運動的政黨 覺得林鄭政府所作所為是不符合民意的 他們希望產生一種制衡的作用 他們也利用議事的規程 是做一種拖延的作用 這個是理所當然 那為什麼中央政府要來警告呢 現在民主運動的議員 包括郭榮鏗地已經作出反擊 他首先就是認為根據《基本法》 特別是第22條 就清楚講明 國內中央政府 各個政府部門 各個地方政府 是不能夠干預 香港政府 以及香港政府的機關 有效的運作的 立法會根據他的議事的規程去運作 為什麼無端端港澳辦、中聯辦要去批評他們呢 要去恐嚇他們呢 好了 他恐嚇完 跟著就譚耀宗、劉兆佳這些出來 就說這些事情很嚴峻的 這些民主運動的議員自己想清楚 當然這些恐嚇的背後 也都是面對一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就是 接下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民主派的議員有少少機會 坦白說 因為制度不公平 這個機會是很小的 他們可能贏得立法會多數的議席 那麼他現在就恐嚇你先了 哇 你們現在這樣的行為 違反《基本法》 不同政府合作 熟職 自然而言 可能會黏脫你的議席 即使你贏得多數的議席都好 我們看看你以前的所作所為 可能都會黏脫你的議席 所以你不要那麼得意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即是告訴你 如果你不乖乖地 不做一個幫閑的角色 走去以為你可以做一個制衡、監察、批評的角色 不行 我現在先警告你先 這個就是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當然也就是告訴香港人 以前講下的那些一國兩制 以前所講下的那些高度自治 基本法所規定的立法會的角色 中央政府、政府各部門、地方政府 不能夠干預香港政府的運作 這些承諾守不守 正如你現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都說 那你立法會有立法會的規章制度 如果有些議員不犯了規 所作所為是不符合規矩的 那立法會就根據這個規章制度去懲署他們 不用中聯辦、港澳辦的官員出聲的 那為什麼立法會內部不可以處理這些問題呢 就是我們留意到甚至香港的法院 也都覺得有關立法會內部運作的程序問題 即使法院都覺得不應該干預的 不應該作出裁決的 這個等待立法機關自己內部去作出決定 這個也是一般民主國家 立法機關應有行為的守則 應該遵守基本原則 我相信這個不是夠不夠時間 去癡奪現有立法會議員議席的問題 雖然現在距離立法會休會 很可能到七月八月都不是很多個月 基本上我相信這是恐嚇的作用 正如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 他都覺得這一類的警告 基本上跟接下來的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是有關的 這種警告當然提醒香港市民 中央政府可以透過特區政府進行 施奪現有立法會議員的席位的行動 亦都可以在選舉期間 施奪這些候選人的資格的行動 大家都知道 一早已經引入這個惡法 就是這個選舉委員會 負責這個地區的民政主任 民政專員可以又做警察 他們去審查這些候選人的言行 看看對不對 基本法 又做法官 他做警察搜集完資料之後 他就可以做法官決定 會不會施奪你的資格 而且沒有上訴 所謂沒有上訴也者 就是到了被施奪資格的候選人 他去進行司法覆核 都有裁決的時候 選舉完了 即是他不能夠參加選舉 即使這個裁決是錯誤的也好 他都失去了參加選舉的資格 失去了參加選舉的機會 所以你看到民主運動現在的 有志參選的朋友 都是很擔心的 就是會不會被施奪資格 會不會被香港政府施奪他們的資格 簡單一句 就是民主運動有志參選的候選人 民主運動的支持者 都很擔心政府可能會用種種的 骯髒手段去施奪他們候選人的資格 令到這個民主運動沒有辦法排出 沒有辦法列出最強的陣容 在立法會選舉取得最好的成績 我相信壓迫力越大 反對力越強是一個真理 特區政府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北京政府也好 打壓越大 反抗的力度越強 大家看到這幾年 北京的干預越來越厲害 但是你也看到市民的抗爭 也越來越激烈 不過大家也知道 當權者總有很多手段可以利用 剛才說可以施奪這些候選人的資格 可以當選之後 或者再施奪你的議員的資格 是可以有很多不合理的手段 是用來打壓民主運動 打壓民意的 我們也明白有這樣的危險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政府不一定會按常理出牌 不一定會按法治的精神出牌 會有很多 你可以粗俗地說 是骯髒的招數 大家也有心理的預期 大家會覺得 政府用這些骯髒招 自然就失去了 它管治的認受性 失去了它管治的合法性 市民更加不覺得 政府是值得他們的信任 值得他們的支持 大家也明白 這是一個很長期 很艱難的抗爭